2024選戰倒數 今天台北市長蔣萬安帶領台北市八級的立委 選區的立委參選人 來到了選委會抽號次 來看現場的最新狀況 我就原則性先來回答 其實我們絕對是依法行政 依規定來進行審核 警察局也已經做了清楚的說明 這個審查的機制也是在106年 監視府所定下的機制 所以新公處警察局 他們核審也是來針對陸權的借用 以及集會遊行的申請 依法依規定來進行審核 那我想就個案的部分 警察局已經做了說明 我想大家都可以去看 市長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黃國昌說 這一回駁掉這個民眾黨陸權的 台北市的警察局長 上一個職務正是八八會館 涉案主人礦水的警政署的督察室主任 您怎麼看這其中有關聯 警察局也好 清工處也好 我想我們所有的機關 都是依法行政依規定 來進行審查 絕對不會有任何政治的考量 我們要問巧欣跟其他同事 可以分享一下昨天去賴皮寮的 一個賴皮寮日記嗎 就是怎麼樣所見所聞 還有能進到哪裡 不知道什麼 謝謝我是選在那個中午的午休時間 然後跟我們的同事呢 一起前往賴皮寮 是一個溫馨而且快樂的旅程 那在過程當中 好了 拼2024選戰 蔣萬安帶領八位參選要抽號次 那麼國民黨這次要拼八仙過海 八仙全上 然後我相信昨天如果天氣好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